港北战友 一个小鲜巨人 再来这个修行 可以 没有希望 可以 可以 因为每个人如果是圆满的正果 基本上 基本上大部分到 就是说 圆满的比较少 但是都可以在不同程度的正道 但是借空性这件事 就是说能够在一经里边 因为比如说法身成就 法身成就是在经经里边成就的 就安住在那儿 就是分别性消失以后就成就了 那那个时候可能气脉 你还没有血通 没有打 因为你还有湿气 但那个已经足够了 如果你法身成就 是不需要打通 全部气脉 他说的这个不能吃到 只能是你的暴身 就是说你的生理上的暴身 但是这个也不是说 取了这个 因为你取了这个 你的气脉孩子 就说这个胳膊 我们割了一截 他气脉还是这样循环的 他不会说是因为你没胳膊 他就不循环 他仍然循环 就是只不过循环的漏腺 以前是这样的 他现在变成这样 在这儿去 他不会堵了你就坏掉 是这个意思 所以没有关系的 而且现在大部分是法身 暴身成就的 就是在西藏一年 全年的就是说 一辈子在山里闭关 修这个暴身的都比较困难 但是都是说能达到三圣成就 就是说活佛 就是说完全打头光化了 这才是暴身 就是就像佛光啊 神通巨主 法力 但是都天眼投天 这些小神都是小功能的 你随着你修学会有一些 只是不圆满而已 而且在心系上可以 可以打到心系上 你在境界里 一境里边就可以成就 在心系上你在一境里 正得的时候 甚至你 也可以说你 不在人道 因为在一境里边 你的心是无处不在的 你的心现在 不一定是人道吗 我们心 就算包括痕迹 都是六道的痕迹 是可以的 不因为你是男人或者女人 你是老人或者小孩 而有区别 法身是平等的 就是我就是这个程度 生理上有有有有 有后就是说身体 气脉通达的 气脉就是中正通达的 这种就快 转发的这种快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比如说我现在打坐 就是进入到一种 比较特别是最近 这段时间 在这这几天 最近这几天 就是那个喜乐的 非常明显 以至于我自己都觉得 我一定要下座才 不然我就会做到 那享受那种极度的喜乐 可以啊 先享受那种吧 可以啊 那种享受 只是你说不执着 所认为那种就是 正得了什么 没有这个说是 很娇慢的心 说哎呀 你看我修得好了 或者你享受残月 终于你享受五月之乐 对成道还是有帮助的 没有残月 残月为乐嘛 就是说残境就很舒服嘛 很舒适和尽座 那样大家就愿意去尽座 那它能够帮助你得定 但是如果你在红尘里边 五月之乐也是乐嘛 但是呢就不容易尽下来 就是不容易尽座 就很容易散乱 嗯 就说你大家不是成你这个就是成你那个 你不是享受这个就享受那个 但是我再也进不到就是我闭黑关的时候的那个 没所谓啊因为那是生灭法嘛 就是你说明失去的都不是真实的 都还是幻境你还在幻境你还没证得 证得就是你就有很如果是他你这个证得你就会不会失去 我就再也进入不到就是就算是那种很喜乐的状态 我也进入不到我在黑关的时候我就刷一下子就是到了一种找不到 所以你现在打坐或者什么还是依赖环境啊 依赖场啊 依赖外境的 但这个依赖走会破掉的 你不可能就是一直是依赖就是外境来达成嘛 那就是还是定力不够是吧 或者是你分别执着还是多或者定力也不够 肯定是这样了 而且是随着你不同的年龄或者是什么 你今天你前两天能进入你心里面没事 或者是你有一个激烈的事突然放下来 那种被比让你平静下来 他现在可能状态不对了 平静上你遇到的事也不一样 有的人就是波动的很厉害很厉害 他突然一下开破了他停下来了 反而一下子能够静下来一下子切入了 他说那个人反而一直没有任何波动 他皮皮的皮皮的他他也也会进入 但是他反而这个时候有时候还感觉不到自己静下来 就他那种对比明显 就是入定以后的那个状态和我在闭关刷进去的那个状态 是不太一样的吧 不知道你闭关刷进去的状态了 但显然你很享受那个状态是吧 很安心的状态是吧 我去闭关的时候 当时那个课程老师带我们去闭关的时候 那个闭黑关嘛 就是找不着这些个 然后所有的都是幻境 对你来说现在没 不管你是产典里边的境界或者定境都是幻境 只是那个幻境更有利于你成道 有的这个事件也是幻境 但这个有时候地域也是幻境 但是不利于你成道 明白 你很容易执着地域的苦 你受不了 你很容易执着 这就是痛个苦 你全身心的会沉迷在那个痛苦里面 天人 你全身心的会沉迷在乐里面 所以那些幻境不如你 不利于你去走中道的解决 就是回归到院头去 但是禅定的这个也是幻境 但这个幻境有帮助对你 给你成道有帮 比如说恶食这个世界的善恶 对佛学来讲都是因果 善也是因果 恶也是因果 是吧 它没有绝对的善恶 但是毕竟说 它要无以善小而不为 就是善法能够给你提供助缘 能让你如虎切语 因为善有善报嘛 你利他的时候 没准他就开始利你了 因因果果我们说不清楚 好像你今天做了善事 你利的是另一个人 但是突然发现有一个人在帮你 而不是那个人 是另一个人 但是谁知道这因因果果里面 是什么因果 是吧 但是佛说了 佛这样说了 我们就这样做嘛 反正是你善行 你善行是有利于你 帮助你成道是快一点的 资良道 善报嘛 福德善报啊功德这些是资良嘛 就是你等于背着 背着存款 你功德善报福报越多 你背着存款往前走就资良嘛 遇到万一恶报熟的时候 你后边拿出来能够熟嘛 把自己熟出来嘛 就是会有很多人助你嘛 你平时谁也不会 你自己倒门的时候 谁会帮你啊 这个概念 就继续修嘛 因为都是幻境 但是有些幻境 对我们还是有利的修行 在美学卖之前哪都是幻境 你说 不过就是三围四围五围六围 不同围多的幻境 那我 那我 你准备是留恋哪个幻境 因为那个每个幻境的限期 也是住院居住 他就限期了 住院居住就限期了 那肯定不是空性的状态 你要说是正道空性的 那我们现在也是空性的状态啊 你在这种幻境里迷失的一塌糊多 你不觉得这是空性啊 除了佛告诉你 你自己是不知道的 你觉得自己迷茫 很迷茫啊 对吧 空性的状态这都是啊 但你能看到啥呢 你能从这些事里面 借空性吗 你能从那个核桃里面 大家喝茶聊天的状态 借空性吗 肯定不行嘛 你需要修订啊 修纸啊 修到一定的尺度 你突破 你这边把分别制作破破 一直破到 哎 就是说 根层却破了 破了 把所有的你都对 所有项的制作却破完了 回来 在每一个地方借空性 就在石库里借空性 是即刻 是啊 你破了项 破完项 空性就露出来了 你那六根六层全是空性啊 你只是只是说 你不知道空性是什么 你要破坏所有的项 你就知道空性是什么了嘛 我整天讲空性社会 你破坏项你做的就是啊 不是说他自己没有的那种 每个人都有 他正到的那种状态 也找不到 如来没正到任何境界 那不是空性是如来的状态 知道吧 空性也就是如来 没有一个 最后你没有一个无上正德政 觉得什么样的境界 让你 让你说最后 成道的人 不会正到一个境界 说那个境界 甚至又丢了 成道的人 是无处不是成道的境界 看见一朵花也能见空性 一批草也是空性啊 成道他没有境界可谈啊 无上正德政 就是所有的这个世界 所有的时刻 所有都是无上正德政的境界 这笔茶也是无上正德政的境界 都是圆满的佛性啊里面 尤其是我们着相就不知道啊 但是你破相不是 破相需要时间的 不是有的人说 老师我对这个世界 一切都不在乎了 我是不是破玩笑了 不是那样破的 你把这个世界 这就像我一直讲说 修耳根源头 你还得破几个层次 比如说 你闻与所闻近了啊 闻与所闻 闻是耳根嘛 所闻是声音嘛 闻与所闻近了嘛 你才动静二相不生了 你才在本能的这个法相不生了 不生了你还要 你还要继续 还要破个绝与所绝空啊 再破造与所造空啊 然后再破空与所空灭啊 你看你这个相要破好几层啊 你才能进入圆绝啊 圆绝才是成道嘛 那么中间这个一层一层的 对立的这个执着 是不同维度的执着 你现在突起来的说 我不在乎这个世界的这些 这个不是破玩笑了 是你不在乎了 你不在乎 你必不见得你能看破嘛 你并没有理解 你从这个 你不在乎这个手机 又代表你从这儿能借空性嘛 是吧 也不代表你破玩笑了嘛 你还有实践的空间啊 你破完了嘛 是吧 你预测还在流动啊 时空生死了了嘛 你知道你本来就是嘛 空与所空灭 就是我们现在说不在乎了 你还有个不在乎的东西 这不是所空的东西嘛 这个世界是空的 我不在乎了 这不是所空嘛 那空与所空灭嘛 就是说 所空的佛本身就是 佛与众生都不消失了 倒是 没有修正 修正的次第也消失 佛也消失 众生也消失 这不凡事了 你要有个佛像 有个众生像 你怎么试呢 但这个破爱所有的像 不是我们很粗浅的 在人道破爱 就是你还能破天到 破玉节 破色节 随着你的修正一层一层破 但这个不是说 你最后进入圆绝 也就正过 但是 如果你想自在 未来 你正到 东京而下 了呀不生 已经很厉害了 我告诉你 你已经很自在了 你破了一层 你就很自在了 这个神世界呢 就以前发生的那些事 哪个也困不住你 你还别说 你已经安住在 圆绝的境界上 你的功德圆满了 那已经不可思议 你就先来个本能的动静而下 了呀不生就行 你就 你就 就爱着 你说 我就一步一步修 能修到啥算啥 因为那次其实上课 挺受打击的 然后后来 你的心就这个身体吗 你的心肯定不是 是吧 你的心是法界一切 是吧 成佛是你心成佛 又不是你的胳膊腿成佛 是吧 你这个胳膊腿 最后 六根解脱 气脉 气脉全部通达了 全部通达了 就暴死成佛 这个肉体是正暴死的 就是神通巨主 法令无边 侧外牌 一说话 头上放光 就能达到就释迦牟尼佛那种状态 那个可能我们就是慢点 就是修起了慢 因为生理上转化 这个是需要时间的 这个是这个肉体 立即在母亲肚子里是越坏 但你要转化了附近母学 把所有的脉络打开 所有的六根解开 这个真的需要点时间 但是心性上的成就 有的时候是建立在 生生世世世的修正上 像这种情况 修白骨关更好一点 因为磨解器官的那个 或者是有动过手术的 就修白骨关 所有的法门 都是对治你的心性的 其实你有什么病 法门就是药 所有的最终你要知道 你成佛的目的是 放下分辨之处 放下 就像修二个月头 你就是放下 对声音的所有定义 概念 分别 这叫放下分辨之处 还有对声音的纠结 比如说别人说你了 骂你了 夸你了 柔柔 就是所有的声音 包括这个手机的声音 你不能听那个声音 你们都啊 做摸布你 所有的所有的都是 就是你对声音的一切执着 你放下 你修二个月头 那个声音出来的时候 就好像滴水声 或者是 你有本能的分别吗 是吧 你不在乎你本能的时候 滴水声音 第一已经分别了 你怎么知道 但是出来的声音 就是知道是滴水声 但是呢 因为你有时候平时练活 就知道 他的声音 但是你会感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包括走路 那是你的意念想象 那是用意念想象 它是自动出来 走路也好 是有的人说那就是 我滴水声音 你说那是阿弥陀佛 到底是什么 有的人说 它明明是滴水声音 是你们这些学佛的搞怪 是吧 明明就是滴答滴答滴答 是吧 这还是人道这样子 想那二鬼道呢 二鬼道是没有声音的 二鬼道没觉得那是水啊 怎么会有滴答滴答 是吧 那唱一文字也听不见 你又不是一道啊 佛佛都六道众生啊 你为什么用人力的见地 来去定义那个东西呢 但是呢 我们刚开始 你破不了这个时空啊 你活在人道 你怎么成佛呢 有人道的局限性嘛 你一夜照目不见身 你看不到圆绝境界了 所以你破人道的东西 一些破本能嘛 粗浅的这些 大家学了佛都会 只不过是知道说 他骂你你不动 我是学佛的 是吧 我不争 是吧 那人我知道骂我 但是就像春风一样 我一点感觉 OK OK 这是最粗的 这是最简单的 大部分学佛的都能 最初不能做到这样 忍辱嘛 这谁不会是吧 有的还能忍到 你哭我哭自己 那句话哭 但是这是最初写的 这一层还 但是你是不是本能的就定义了 他是骂你 而不是骂你 你是不是一听到就说 就说他骂你 但是你只是忍了嘛 好这叫本能分别 知道吧 本能你有瘦嘛 有时候会气生上来嘛 他没完没了说你 你就生气嘛 这个本能也要破的嘛 是吧 你现在不自在生 你光那样没用的嘛 你光说他骂你 我不生气 是吧 这个是稍稍自在一点 就是不争了 这个世界不争了 人家说你心修大 肚量大 或者你自己也知道 这争不出里外了 是吧 有的人争不出 有的人说 有的人是年长了 自己活的年龄大了 经历的分浪多了 不给小人一般见识 大不了就是这样 是吧 但是你本能的知道 他在骂你 或者本能的知道 这家伙是 他对我没有好感 各种信息 也会本能的在你这生气 这个也要破的 如果这个破不掉 你自卑一些 而且你正不了空性 最一开始切入的就是本能的分别 我打你你还疼 这不是本能分别吗 是吧 这个也不能断 你就从这开始 从本能的分别开始破 你才开始能自在一点 就是从六个开始修 就像修白骨观什么 他是这些东西都是对峙 对峙 六度啊 白骨观这些法门 白骨观是对峙你的 就是如果这个人情欲很重 知道吧 他生理欲望很重 就是对峙他的就是修白骨观 以前佛弟子都是离情去运的嘛 离情去运不止 很多男的他都在二三十岁 十八九 他生理的能量起来 他就 他就 持戒持不住嘛 他就看见女的他晃动嘛 那个时候修白骨观把女的观成白骨 把人观成白骨 流浓流血 就是不静观啊 白骨观这些都会破人对色相的迷恋嘛 多漂亮的女的你一观成她白骨 或者流浓有流血 你就不会喜欢了 他是对着这些所以确立的法门啊 还有修布施 他是对着你对物欲的贪乱 就是我们大家都喜欢企业 喜欢这个世界的各种各种光彩多目的东西 比如你看每个食品都包装的那么漂亮亮的 就是吸引你眼睛的吧 里边好不好吃不知道 那不是忽悠你啊 就是 最起码看见包装你就有食欲了 这就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物欲嘛 你并不知道这个里边装的什么 你买的时候你是不知道的 你看这些包装 你就知道 你就想去看看里边是什么 他其实是 他是设计者 他就根据人类的 欲望来设计的 就是他诱惑你的色相 对对色相的追逐 哎呀 这个这个设计的好 然后我就想看一看里边是什么 哎我如果是 这个这个东西上面涂点颜色 我看见好看 我就想尝一尝 闻着香我就想闻一闻 香水啊 从六根诱惑你 嗯 所以修布施是破贪婪的嘛 有的人就无所谓啊 我也可以有可以吃可以不吃可以有可以没有 有的人就是耿耿于怀觉得自己没有就确实感很重 觉得还就是觉得自己怎么就特别想拥有就觉得那种遗憾啊 就是和这种就是佛就给你师弟了修布施 你的缺失感太重了 对物欲 就是但是有的人在这一块说布施度嘛 就是我空物空他空嘛 就是修布施了 那那有的人说哎我我这物欲不太重 我是虚名 我喜欢 别人的公围啊 扯为别人的中心啊 我喜欢活在别人觉得有价值啊 那虚名你在就是也有不消对应的法门嘛 也然后还有利嘛 就是名利琴嘛 在琴上哎 需要都有就修六度里边的啊 某一个就对应的 很多法门就是对你 你觉得自己在哪个方面破不了你就对于修哪 但是大家大部分因为是佛学有界定会三学 大部分是说我定不住 是吧 现在开学都是散乱嘛 所以你看大家都是修专注 修专注力啊 刚开始识了 念佛号啊 内观啊 易守啊 还有就是 关呼吸啊 鼠呼吸啊 念佛号啊 其实这都是修专注修指令的 因为这个是被子散乱的嘛 嗯 陪呼吸啊这些小法 但是就像你说我修百骨关 我修关本宗啊那些 其实他那是有观想镜了 但有的人就不太适合修观想镜嘛 因为有的想象力太差了 不丰富 想不出来嘛 这里人就不太适合就是观想镜那种法 但是你说陪呼吸 他不用观想 呼吸肯定有嘛 他就直接就陪了嘛 你说一念佛号他也会念嘛 他只要识字 他只要能听到你教他 他就会那个阿弥陀佛 是吧 但是你说让他观想个 谁谁谁在他头上或者 他就有时候观想不出来 没有哪个法门更厚 差不多 都是看你执着啥 人的执着的也不多 是吧 我们就执着一些物质层面的东西 有时候年龄大了也无所谓了 反正你看口语我们执着的比较少 就是大家现在吃什么 也对肉啊什么 也不是说多香 吃个蔬菜也行 是吧 口语 情感这一块呢 有时候就是放不下吧 因为亲情啊 友情啊 爱情啊这些情比较 大家孤独嘛 就需要一些觉得一个人走在路上 太需要一个伴侣啊 需要一个呵护你的 这个是其实是自己不够 就是说 一个是生理的有些欲望 其实生理欲望是个有时候是个习气来的 只是他没有停过 他就这个习气一直就是改不了 就是觉得需要需要 其实也不见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怎么依恋吧 就是都是一个惯性的习气 情感这些也没啥虚拟 大家我觉得也还好 虚拟吧 有就有没有就拉倒了 只是很多人 很多人喜欢在别人心目中有位置 他还是有时候恐惧未来 就是觉得自己孤独嘛 对未来的一些茫然和恐惧 看不清真相 对未来的恐惧就喜欢 其实也就执着这些东西 不愿意放 舍不得 他又傻了 也没傻 剩下的就是 人世间的 人情世故 种种的这些东西 人世间的这些事情 你怎么处理 处理不圆满 以前的那些事吧 就是人类的事 做了就 好 善事善终 能处理了处理不了 放在那 那怎么样 你怎么搞也搞不完 没完没了的 是吧 大家 还是来在这儿 我觉得 休息人 基本上不管你们 我觉得福报蛮大的 倒不是说 因为来在这儿福报蛮大的 是你们 我觉得最起码在物质层面 不至于所有的 连个面包也没有 连个饼干也没得吃 是吧 就最起码能烧烧的 能够游杯水和油碗 方便面能吃得起 就是最起码在物质层面 自己能靠自力解决 不至于露出尖头 或者在这个基础上 然后你又接触了 释迦母女的之后 我觉得这已经很 在地球上生活 我觉得已经 你解决了物质 物质层面 解决了再去学习佛法 然后有一个气生之间 又是露出射的 应该是露出射的 人质层面 继续的 不过 有点 感觉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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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